最近這次的時間 夾娃娃子的店是一間開過一間 但是加議官議員黃英軍 在在驚訝12月結尋的時候 是在拿出自己在山區 破主持的學校還有事廟酒餅所協調 這夾娃娃子裡面所提供的商品 竟然是情趣用品的商品 他說接到家長向他登場 中國小孩頭頭上輸用這個夾娃娃子 所協調的情趣用品 而且同一個日子還在祝壁 讓家長很快樂 她是要求讓伴護要取得吉他管機 頂頂就住在料類來開玩 官議員黃英軍接吻說 她身為媽媽接哪家長導塑娃娃機台 裡面有6月18元的儲存用品 租為企頂産品 她請到歐主持學校 以及市廟酒餅方佐結果 让他驾到 有家庭欢迎 国家庭小孩 向上借用主意器 对小孩的心心影响大 他要求管户 订队主题条例几番 有主题条例的管制 包括特恒 台北 高雄 新北 台中 订队 希望各国可以在年内 制定几番业借 先几康基台业借落几 凭买学同有错误的观念行为 他已经要求 普逐金分教 放到基台业借落几 准处用品 如果是一些单亲或留在教养的孩子 家长根本不晓得 国高中互相借用会很恶性 他这个主要就是说 这些成人用品的自慰器 这些国中生 有些国中生 他们因为对性感到好奇 那他们把这些成人使用的 这些自慰器轮流使用 这个会引发卫生问题 感染问题 那在防疫期间那个时候 当然是被捧小可 可是那时候 我们并没有开会 那我也在那个期间 就是有做一个体验的动作 那也希望说 我们县长还有就是相关局处 在我们自治条例制定出来之前 我们先规存业者 因为我也不希望说 业者在没有游戏规则出来之前 你先去罚他 对 那或者是请他要保持与学校的安全规律 我觉得先把重点放在他的内容里 那我们就参考相关限制的法规 那包括你在讲有关你内容这一部分 那到底在整个所谓的规判里面 那怎么样一般保护到小孩子 那业者的相关的权力的部分 他必须要在 互相要去 必须要在我们合理管制的范围里面 我们同意他这样做处理 那其他我们就管理一定是比率性质 关注文章梁感觉很惊讶 当中只是进化处处到港政委 以及进制局长廖中山 夹娃娃机在合法合理的范围使用 禁止规划处用 港政委说 全关100控6件 总共2千多台的夹娃娃机 期待用品以照相关法规规判 廖中山说 正式准处用品 以照以效法 行法社会法处理 建筑用品买娃娃机店 禁止以效建议 先行文中来信 各位观看彩虹报道 给我人生最闪耀的宝石 没关系 这也没办法 没想到我辛苦的一生 竟然在你心里 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很抱歉 我是一个贫穷的爸爸 治疗吸血肝炎 实在太贵了 加上晚期发现 做事的治疗的机会 所以 对不起 爸爸没人牵着我的宝贝 走上红毯的那一段 因此如今 我只能在天上注视着你 但相信 你一定会得到幸福 佳医师现在有免费名额 筛减吸肝 并且全额补助治疗 治愈于97% 爸爸 家医师是肝癌发生率全国第一 死亡率全国第六 是西型肝炎的重灾区 以前治疗西型肝炎 它是需要施打干扰术 非常的痛苦 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西型肝炎现在有口服 新药 副作用小 而且健保可以全额负担 97%以上的人可以治疗好 现在要请30岁以上 还没有筛减的好朋友们 赶快来参加 嘉义市政府办的 免费筛减西型肝炎 免费筛西肝 新手保护新肝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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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